嗨大家好,我是小一智 這一集開箱這個Neighborhood 2021年發售的 Classic短修襯衫 那設計上是 就比較工業風 兩個口袋那種素素的這種的設計 那設計的部分一樣是用經典這種 這個Neighborhood的LOGO 它在胸前這邊設的 這是熱轉音上去的 你們看一下 等一下 好,熱轉音上去的 然後扭扣雖然是純白色 但是它上面有Neighborhood的鋼印 這小細節戴一下 好,然後素素的 好,再看一下 戴一下這個 臉標 臉標是布標,Neighborhood的布標 好,OK 那這一款的話它有發售兩個顏色 雖然看起來很近似 那它是發深藍色 還有黑色 你們看一下,深藍色 看不出來耶 看一下 我調一下光 深藍色 嘿,好好 深藍色 好,盡量拍吧 反正 就是深藍色跟黑色 這樣可以嗎 這樣好,稍微 好,算了,放棄 OK,好,隨便 好,然後再來 還有小細節是這個 如果穿起來的話 在你右邊 腰間的部分有這個 Neighborhood的小標 哎呀,帥帥的 可以嗎 有點那個 跑掉了 沒 等我一下 戴一下 OK OK 好 OK,好 就帶一下給大家看 好 那大致上是這樣 那板型的部分 這是M號的 M號的 M號的以為太小了 我也套不了 我會傳到L或是再寬一點的 XL 可以看它是M號的 穿起來 好 那大致上是這樣 如果要看更多的這種Model 穿搭罩啊 可以再上他們的官網去做參考 好 那還有一個 分享一下 Neighborhood這個 它的這個 紙牌 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吊牌啊 還是一樣 老樣子 沒有改 看一下 這個細節啊 我一直也很喜歡 他們這樣 就帥帥的 算說不太環保啦 好 那大致上是這樣 一樣 如果對商品有需求 或有疑問 歡迎再來去聯繫 掰掰